- 這是其實有人引誘,人民開始有這樣的一種覺悟,就是說,他們不想把戰中的那一套帶來馬來西亞。 - 沒有人要把戰中的那一套帶來馬來西亞。 - 就要擔心啦,就是要擔心。 - 不用擔心,就好像我剛剛說的,人民為什麼會有四位是因為政府不好,只要政府好,人民就不會有四位咬的。 - 不用擔心這樣多的,所以很多人就是把這件事情放大到很慌張,很害怕,很恐懼的感覺。 - 其實我是覺得,香港為什麼會發生雨傘運動,是因為長期累積下來對港政府不滿,所造成的一個爆發性的一個運動。 - 讓人民長期累積的機會一下子爆發出來。 - 所以你的論點就是,只要政府做得好,你怕什麼人民對不對?你怕什麼人民就不會集會了對不對? - 我還是就是那個點,就是如果政府能夠公平公開公正的話,這是人民,這個就是人民要的東西。 - 如果你這個政府青年,做什麼東西都很透明化的,做一些政策上面都很考慮到人民所想要的東西,都很公正,把資源平等分配的話, - 人民就是能夠接受這樣子的政府。 - 就OK, it's fine。 - 我就覺得王智峰這個案子可能有時候也沒有伸展到那麼大的一個情況。 - 如果我講回去剛才那些網民的那些,那些很多剛才,有人也講到那種大中華情節。 - 大中華情節嗎? - 有啊,就馬來西亞華人也有這種所謂的大中華情節。 - 中國強大了嗎? - 中國要強大了嗎? - 我還是覺得我有張一分關對不對? - 大家討論了,如果香港這樣子的話,會不會台獨啊,江獨啊,藏獨啊, - 我覺得可能也有一部分是那個情節,第二部分是現在可能在中國找吃的,賺人幣的人也相當多。 - 大家也不希望中國現在出些什麼亂子在裡面。 - 所以在掺杂著各種這種情感裡面的時候,再出現這樣的一個人。 - 剛才又有講到,曾經在雨產運動中又有那種所謂的英國狗,不為中國人。 - 這種是像民族情節,把他放得很大,那種情緒自然就更加翻倍。 - 所以對王智峰這個個人的攻擊就變得更加強大。 - 其實真的是一個現象,馬來西亞的現象。 - 很多馬來西亞華人他們身份錯亂了。 - 他們反而把自己當成是中國人這樣子。 - 中國強大,所以我們華人才能強大。 - 我現在想,你是哪種藍色的愛系? - 你跟我說中國強大是你的強大。 - 馬來西亞在你心目中是哪一個邊啊? - 可能像剛才維倫講了啦,這種... - 純粹是情感的投射。 - 情感的投射。 - 我覺得馬來西亞華人就在這方面來講,真的是要注意一下。 - 不可以這樣一陣子,讓友族同胞覺得, - 怎麼像我一個友族朋友,他是好看中文的。 - 他在這裡留言,就是說,你們到底是把你們的Dana IA看成是金呢? - 到馬來西亞,就有這種問題,投射給我,我就... - 我就... - 我就真的要留意這一點啦。 - 我真的要呼籲,真的要留意。 - 我們是馬來西亞人,不是中國人。 - 我們的Dana IA應該是... - 馬來西亞人。 - 然後有人認為說,政府不是害怕他, - 而是擔心他胡言亂語,出來煽動人家。 - 所以,這樣的理由成立嗎?這樣的一個說法。 - 柳仁。 - 可能政府對自己本身教育制度的素質,沒有很有信心。 - 擔心自身的公民沒有什麼獨立思考。 - 容易受到煽動。 - 不過,我想講的就是,可能馬來西亞公民都是常被煽動了。 - 在報紙那邊都被煽動了。 - 其實我們也是有很強的抵抗力。 - 所以,我是認為,害怕胡言亂語,來煽動的話, - 是非常荒謬啦,非常荒謬。 - 非常荒謬啦,應該這個理由不能被接受啦。 - 我們有抵抗力了。 - 柳仁。 - 柳仁,柳仁已經煽動了。 - 我們也會分辨了。 - 所以,我還是相信人民是有很高的判斷,人民去判斷, - 每個人的言論到底是對還是錯的。 - 我一直覺得當一個課題開始燃燒的時候,就會出現更多奇奇怪怪的各種不同的聲音。 - 當然有一些,總不可能每個都是真知著見吧。 - 總有一些,可能真的是胡言亂語。 - 就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一種,就把更多的東西。 - 很多的所謂回應,本身就是煽動。 - 我的觀察是回應本身也是煽動的一部分。 - 大家投射出來的東西不一樣。 - 有相當有仇恨的。 - 有相當民族情感相當強烈的。 - 各種各樣都有。 - 如果我們放大這種所謂的網民回應的話, - 我覺得我們是在沒完沒了的把自己捲進去一個更深的漩渦裡面。 - 所以可能這幾年,我們都已經開始學會。 - 我們也是在這樣子的一個進程,民主進程裡面, - 開始學習到如何去分辨。 - 如何去分辨哪一些是煽動的言論。 - 然後還有一些特定的組織,每天經常在說一些煽動性的言論。 - 心臟不夠強一下,都會開始怒火中燒。 - 對,確確。 - 對,確確。